爭議也許遲到 但永遠不會缺席 大家好 我是老Z 警方在偵辦刑事案件的時候 碰到什麼樣的狀況是最麻煩的呢 就是嫌犯的謊言 過去我們提到巴黎雙屍案 主嫌歇一函 四度更改公辭 將周遭的所有人都捲入了司法漩渦 而這回要講的 也是以好幾個謊言作為開場 但看到最後 你也許會對這個謊言 有不同的看法 至少被害者家屬是選擇原諒嫌犯 甚至希望他們早點關出來 接著就跟著老Z回到案發那一天 知名凉水灘第二代無故消失 家屬突然大門伸鎖 只從側門進出 劳罵暗示媳婦全知情 話中有話 最後警方發現 死者躺在一樓冰櫃 長達99天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高雄前鎮 冰櫃藏屍案 火馬時間退到2018年的7月2號 高雄市前鎮街拍出所 接獲了一起失蹤通報 失蹤的是一間40年老四號 涼水灘的第二代丁聖芳 但詭異的是他的妻子是在他失蹤快一個月的時候才來報警 他以前都會每天都會在那裡出入 因為他的車都會停在那裡 他也覺得他會很久沒看到丁家他們在當地算是非常有名的茶水灘 因為他賣能飲他們都是現金收入 所以很多時候如果有道上的兄弟什麼啦 親戚朋友 不方便就跟他會稍微調一下頭寸 既然他跟道上有往來 又失蹤了這麼久 怎麼都沒人關心他是不是被綁架或是尋仇呢 而他家裡除了太太之外 還有四個兒女以及一名老母親 難道都沒人緊張嗎 放完後又過了兩個月 這異常的冷漠態度 引起在地11年的轄區遠景起了疑心 通靈還是來透露 這應該是不是有所思也有所謂 因為我每天在想 一個人怎麼會頻繁無辜失蹤三個月呢 他就去查訪說 你們女兒去哪裡 你問我太久了 他們都知道 老母親說這三個月 七歲小孫女常問爸爸去哪了 而他自己也常常看到 兒子從家門前騎車經過 怎知這都是他思念兒子的幻覺 潘命皇還發現 自從丁聖芳失蹤後 丁家透天錯的一樓正門 便大門深鎖 進出都改由側門 這一點非常不尋常 再來根據老母親的說法 阿丁失蹤後 這個媳婦不是積極去找人 反而到處去追討 丈夫在外的兩百萬款項 顯然這個謎團的關鍵 就在這個媳婦身上 職者的媽媽就認為說 哇 我兒子失蹤了那麼久 你們母子都不關心 你只關心那個錢 他就覺得很懷疑 我說阿丁叫我來的 應該你今天說到時候 大概是這種語氣跟他講 所以他才當場坦誠說 到底在冰箱 心虛的媳婦一下子就被突破新房 讓令人大感意外的是 其實警方已經來查訪了好幾次 但就是沒人想得到 這冰櫃裡面竟然藏著屍體 而且一放就是99天 冰箱打開那一剎那 他是站著的 他是整個這樣子堆要下來 然後就在冰櫃裡面 他外面有兩三件棉被 棉被跟他的後腦槽 他的全身大概就是全部都是 變黑了 變色了 打開鐵門藏醫生人員急匆匆 將單價推進命案現場 一入也連了是兩個大冰箱 死者太太公稱 遺體就冰在右邊的大冰櫃 警方打開才發現 想搬出遺體難度非常高 丁先放的大體 整個被棉被裹住 而結冰的厚度 多達10公分這麼厚 關鍵證據 該怎麼退冰移出來 也都讓警方跟藏醫社 傷透腦筋 先用吹風筋吹 吹了一段時間 我們今天覺得功效不是很大 那再來我們就用熱水 去淋旁邊的那個霜 那我們就現場找工具 找一個榔頭還有螺絲起子 就慢慢的把旁邊的霜把它敲掉 從門縫往裡面看 聽到連續敲擊聲 因為冰櫃低溫 零下45度 包裹遺體的毯子 沾滿結冰的血塊 為了不破壞遺體完整性 還淋熱水用吹風機劃開後冰 一度將冰櫃翻倒45度 想藉著遺體重量 讓冰塊自己脫落 前前後後鑿冰挖濕 花了兩個小時 直到搬出遺體 還呈現冰凍狀態 連著包裹的棉被 一起推上單架 一路好爽喔 電線方的大體 終於可以一去相驗 接下來要釐清的就是 妻子是怎麼殺害政府的 以及全家人 到底還有誰知情 不知道你爸爸 世中三個月都沒有消息嗎 你都不知道嗎 爸爸到底是誰殺的 爸爸到底是誰殺的 爸爸是誰殺的 在釐清兇嫌跟守法之前 我們得先來了解一下 死者丁聖芳的為人 剛剛有提到 他是知名涼水灘的第二代 1994年 他跟擔任員工的妻子結婚 只是生下大兒子後兩年 就離婚 原因是丁聖芳有家暴二席 但在南方的苦苦哀求下 在兩千年兩人複合再婚 也陸陸續續生下三個小孩 最後接掌了涼水灘經營權之後 丁聖芳開始變本加厲 文人海派出手擴挫 長邦附近角頭 解決燃眉之急 道上兄弟看到這位大金主 也敬畏三分 漸漸的阿丁開始上酒店 開名車 甚至在臉書狂PO 印上藍色火焰花紋的 百萬長篷車高調炫富 喜歡裝道上兄弟的模樣 連嚴親鏢的名頭 都抬出來到處嗆瞎 看看死者另外一個臉書帳號 和兩名女子親密貼臉合照 但都不是她的太太 為什麼丁聖芳這麼有錢 原來是爸爸過世後分家產 他一拿到他的土地跟房子 立刻去變賣 拿到了三千多萬元 立刻砸罷錢買名車 又投資水產生意失敗 加上他有花天酒地的習慣 一年就敗光光 甚至連家裡40年老店 都被他拿去賤賣 夫妻倆改經營壽司攤為生 連現在住的透天錯 餐廳也是祖來的 一共的工作也不滿 那一人扛過一間 那間都不會買 買買給他幾千五 所以有一大都有一間租 那都不會四千塊 鎮農市場的出入口 刷到湯的那個店面 然後後來就是被他 揮貨上酒家然後窸 還沒看過 他喝掉 要摸不是无常卸民 如此败家行为还不是最糟的 他还经常家暴祈祥 拳打脚踢扯头发不在话下 甚至会拿出开山刀跟菜刀追砍儿子 他也拿电极棒电过小孩 理由侏儒 没陪他吃早餐 去游乐园吵着买气球 做游乐设施头晕呕吐 太晚回家 工作手脚太慢 甚至睡觉忘了关灯 只要脾气来 他就会亮出开山刀 架脖子 底胸口威胁 简直就是一名恐怖父亲 我这里看电枝 我照片的比较酷 要是要打电枝 我看电枝很大声 看电枝很大声 压力没听到 死者太太用小女儿的名义 开脸书账号 照片全是四个儿女 也经常借此抒发郁闷心情 二儿子的脸书 也只有妈妈跟弟妹 照片中右边是弟弟 中间是妈妈跟妹妹 母子四人出游 爸爸却身影 从母子的脸书 看起来仿佛是个 没有爸爸的家 因为他比较容易生气什么的 所以在家里有时候也是会 比较容易发脾气 所以有时候跟家里面的感情 会不太好 那你最后一次看到爸爸的 是不是 也是 也是六月 六月那个时候了 丁盛方的为人很明显 你无法用好人来戏弄他 但他终究是被杀害 是违法的 我们回到案情真慢 太太坦诚是不满长期遭到家暴 两人在一次口角后失手杀人 最后在大儿子帮忙下移进了冰柜 但妻子身材娇小 有可能杀害粗暴又壮瘦的丈夫吗 反观长子体格魁梧 警方怀疑最有可能行凶 打开冰柜露出一小角 这个破冰99天的遗体 第一时间被起出 就有警方怀疑 因为死状太过奇怪 一个女人家要杀一个男生 可能比较不会那么顺手 正常的妇人 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抵挡的 过警方的征讯的技巧 所以她就合盘的拖出来了 果然妈妈是为了保护孩子 才会在第一时间出面顶罪 案情变成了夫妻俩发生争吵后 大儿子担心妈妈又被打 上楼查看 爸爸又亮出了开山刀 还呛说你若不离开连你也砍 6月4日上午 夫妻俩在三楼房间为钱争吵 见死者拿了开山刀 妻子大喊救命 二楼的大儿子听到冲上楼去救妈妈 大儿子跟爸爸拉扯中夺刀勿砍脖子 伤及死者紧动脉当场喷血 17岁的二儿子说 9点半他还没睡醒 最小的弟弟跟妹妹都上学去了 当时他有看到说 就是说血液用喷了喷出来 我们这一段应该是化到 这个紧动脉 儿子女儿跟爸爸的感情也不是很好 大儿子有交代他们不要问 这个凶刀在带往阿公店水库 有一个水潭做一个丢栖 犯案后讨论要怎么灭阵 竟一想填开出这个失踪计划 把死者用毯子包裹住后 放进刚买来要冰鱼的冰柜 原本的计划是要冰尸七年 就能顺理成章 宣告死亡 令人不寒而栗 你是不是很心疼四个孩子 是不是很担心 孩子会来以后会像你一样 一直被打 那你昨天怎么一时间说 是你自己杀的呢 妈妈这是一个机会 你可以说 阿嬷说那个冰柜 是两三个月才刚卖的 那个冰柜是 你是预谋的吗 你有预谋要买这个冰柜 就是杀老公的吗 不是 这是意外还是你们预谋的 走了 警方拜到这里 原以为案情已经明朗 没想到 处理冰尸的那一头 却发现了可疑的疑点 因为尸体上的伤痕 跟大儿子说的完全不一样 死者身上的伤痕 颈部一刀 右肩膀三刀 后脑勺还有被盾气打伤 更怪异的是 冰尸的形状 拳头紧握 加上身体卷曲 双手抱脚 根本不符合 是在争执中被误杀的 反倒像是遭到尾殴 所查案的这些伤痕 发现 在背部及头部 还有其他不明的 疑似其他凶器 所造成的伤口 原来不止妈妈说谎 连大儿子也说谎 而且这个长子 也不能说是好人 所谓上梁不振 下梁歪 他设局炸赌 也组过硬招战 诱骗未成年少女下海 他还因此坐过牢 大儿子作风遗传老爸 一样喜欢华田酒地 六年前跟两栋和未成年少女圆交 结果被判刑一年两个月 出狱后做直销事业 和妻子生了一个女儿 大儿子因为和死者不合 各做各的生意 他在来说 如果要每个星期都去看他 案情在9月11号一日三变 但杀人的动机有了 尸体的证据也有了 总不会还要包庇谁的罪行吧 结果原来还有两名共犯 大儿子终于坦诚是 买凶杀人 在沟通的过程中 有突破了新防 这个丁弦当场眼泪就掉下来 说他要把这个整个事情 把它谈成出来 那在崩溃之后 他所讲的 其实这件案子 是他由他来策划 一开始蔡弦高弦都一直否认 因为在这三个月中 他们都有达成一个共识 都是由丁弦做一个人来扛 齐悦的部分丁弦有告知 蔡弦跟高弦 如果能够协助他来 杀害他父亲的话 有口头齐悦要各给50万 这个就开始策划了 学者的太太知情吗 你们是不是有串购 你知情吗 为什么要 你们收多少钱 你们是不是有串购 说好是由他来搭 因为动手都有串购 持者太太有没有马光 蔡冬夜曾是死者开水产航石的员工 他被丁盛芳修理过 还欠下了12万的房租水电 也亲眼目睹过丁盛芳的家暴恶行 而高知荣则是大儿子的友人 也有欠债缺钱的情况 两人都认为帮他解决父亲是义愤填膺 加上大儿子会扛责 还会付50万的酬佣 于是一场杀人行动 就此展开 命案发生在6月4号 偷天错礼平时二儿子住4楼 死者跟三儿子住3楼 太太跟小女儿住后面房间 当儿子夫妻跟孙女住2楼 临着3点 大儿子就找来两名友人 早上9点多拿开山刀跟摔棍杀害死者 两三天后再把尸体拖到1楼冰柜 二儿子公称他当时是在4楼的房间 熟睡完全没有听到爸爸妈妈 还有大哥的争吵声 这个案件都被谎言包围 局面怀疑全家人除了奶奶之外 全都知情 而最常被爸爸修理的二儿子 态度也很可疑 气氛的 妈妈跟哥哥的情绪 他们其实没有什么 跟平常态度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也没有做多想还是什么的 就是跟平常一样这样子 可是光是不能开冰箱这件事 应该就蛮奇怪的 对不对 是 二儿子是有大概讲一下的 说时间到了就会 事实就会呈现出来了 今天他二儿子也是送向一块 西米当的石头 更可疑的是死者妻子 因为大儿子在外也欠债 拿来的100万元买凶杀人 而这个一开始保护儿子顶罪的人 却在丈夫死后积极讨钱 而这时传出丁盛芳在外头还有数百万元 整起案件再一次反转 杀人宾施案 害人听闻案情一变再变 现在检警查出 主某可能就是死者的妻子 而且是为了500万元 没有啦 没有啦 他没钱啦 他也不叫儿子去做这样啦 他有带200万 叫一个好朋友 他说如果没有我来带 什么都不可以带 三母就叫儿子说 原来都没钱了 孩子要收尾 要收拾都没了 来给你捆穿就对了 深入追查发现原来死者妻子 长期被家暴 疑似还贪图数百万现金 教唆大儿子买凶 而二儿子可能也是关键人 8月31号 二儿子跟朋友聚餐唱歌 这已经是死者被杀害超过两个月 一家人继续过着正常生活 因为爸爸脾气很不好 是一个我在家里面可能看到他 我会害怕的一个角色 最后检警终于厘清案情 一切就是死者妻子 忍受不了家暴 在案发一个月前 就跟大儿子讨论 一定要想办法让丁正芳 从全家人的生活中消失 而一开始竟然还想要 叫未前年的老二 跟老三动手杀人 因为可以解刑 但小孩子哪敢动手呢 后来才想到 去找蔡东燕跟高志荣合谋 而其实二儿子当天也知道 哥哥杀人了 只是配合不说实话 二儿子说父亲对朋友比对家人还要好 在外出手阔绰很会交朋友 但回到家情绪大好大坏 或许日积月累才演变成家庭悲剧 整齐案件就此进入了审判 一度富裕的丁家 变成只有年迈的奶奶摆摊照顾 这四个孙子孙女还有真孙 然而这些媳妇跟长宣 中的恶果还不止这桩 毕山安放地点 就在这栋透天错里面 但安发后一两年来 房子卖不掉也租不出去 你也要把你换死的 换死的 没了 你不能来不送 因为透天错是死者跟太太租来的 无主不满好好移动房变休宅 凡院判休前四个人得赔偿315万元 我不知道我不能出租 因为我已经很无苦了 我一个老人 租赛都是我拼的 我也没打钱 钱都给孩子 有钱赚的也都没能够抵抗 2020年5月15日 最高法院维持二审见解 认为死者妻子勤勘民宿 依共同杀人罪 勤判他8年 而高男跟蔡男 则分别判15年跟13年 而死者的大儿子 则依共同杀害直戏血清罪 重判18年2月 全案定验 那个阿嬷有教 那个法官开庭的时候 他也一再选择 原谅他的媳妇跟他的孙子 也有带去向法官求情 整个资产 整个资产 这样没要留伯 没要留父 但是他也是一个 善良的孩子 台爸爸这个 我希望他是怎么 会跟老人来台爸爸 我希望能够伴他起床 他也能够照顾弟弟 照顾妹妹 能够让我们媳妇出来 照顾这个孩子 否则我也老了 我不知道能够照顾多久 而这命案凶宅事后 屋主砸了四百万 重新翻修整栋房屋 却一直租不掉也卖不掉 即使价格砍了剩下一半 也是问得多 买的意愿都不高 租住感觉很困难 很困难 有很多人看 但是买不成 由于当初杀人地点 以及尝试的冰柜 就在震动死着一家租来的透天措 成了凶宅 邻居透露 让房东很困扰 到现在还在求寿中 完整家庭因为一个败家的家暴妇 变成四分五裂 也许你要问 为什么他们不报警 为什么不通报小孩的学校 其实他们一直都有做 只是警方劝和 或是学校来访 都让这个父亲觉得丢脸 愤怒 结果换来的是一次次 更恐怖的暴行 最后家暴被害人 变成了杀人凶手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欢迎有想法的小伙伴 在底下留言跟我讨论 我是老Z 我们下期见 五位老Z大线 会员召集令开跑咯 只要在YT搜索 CTI52OZ 找到老Z频道 首页点选加入 就会跳出各等级会员福利列表 除了有专属 祭司徽章 表情符号 还能每月独享一支会员专属案件影片 高等级会员 还能加入LINE社群 跟老Z直接互动 设计人让您直接出现在影片中 替老Z团队打气加油 现在赶紧动动手指 来帮老Z 我们写哦